大家好,我是美味小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夜市上火爆的涮牛肚的做法 一次做这么一盆,吃着太过瘾了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将碗里放入小把的干木耳 然后加入开水进去浸泡一会儿 把木耳泡开 再准备一小块熟的牛肚 然后将牛肚改刀处理一下 再全部斜至切成小片 牛肚全部切片后 然后用洗干净的竹签把切好的牛肚串成串 这会儿牛肚全部串成串了 放一旁备用 下来准备需要的配菜 准备几张洗干净的豆腐皮 把豆腐皮卷起来 全部切成丝 把切好的豆腐皮装入盆里备用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金针菇 把根部切掉不要 再把金针菇拆分开放一旁 准备几根小葱 全部切成小葱花 葱白部分和葱叶部分要分开切 再切点香菜末 再切点香菜末备用 准备几颗大蒜 先用刀压扁 再全部切成蒜末 切几片生姜片 全部切成姜末备用 现在木耳已经泡好了 先把木耳撕成小朵 这个时候的木耳呢 是不能够直接使用的 一定要煮熟 锅里水烧开后 直接把木耳放入开水锅里 煮大约2分钟 木耳煮好后关火 然后再用凉水和木耳冲洗干净 下来往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油热以后加入葱花和生姜末进去炒香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加一小块的火锅底料进去翻炒 炒出里面的香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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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炒出红油后 往锅里加入多些的凉水进去 等锅里的汤汁煮开后 往锅里加入少量盐 再加点白胡椒粉 再加点白胡椒粉 加一勺孜然粉 加一勺鸡精 再加点生抽进去搅一搅 然后加入一把洗干净的宽粉 再加入木耳精去搅一搅 这里呢多煮几分钟 把锅里的宽粉煮熟煮软 准备一个大盆子 往盆底垫一层洗干净的生菜 把宽粉煮熟后 再往锅里加入豆腐皮 进去搅一搅 继续煮3分钟左右 再把金毡菇放入锅里面煮 煮大约半分钟就可以 然后用大漏勺把锅里的菜全部捞入盆里面 下来把穿好的牛肚放入锅里面 就这样山西阿芬豆涮一会儿 牛肚涮好后放入盆里面 然后往锅里加入两勺芝麻酱 用勺子搅拌 一直把芝麻酱搅拌开 搅到锅里的汤汁 稍微有些浓稠的时候就可以了 然后把汤汁浇到盆里面 上面再撒些小葱叶,香菜和蒜末 好了,咱们这个蒜牛肚就做好了 香辣入味,营养好吃又过瘾 盆里有豆腐皮,金针菇,木耳,宽粉,生菜等等 一次做这么一盆,实在是太香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添加关注,点赞 咱们下期视频见 看你亲vi的这个豆腐皮 也好看 再看看 我们下期视频